行政院农委会有意要将农舍临策临路 纳入农业用地农舍兴建办法 对此现议会民进党团表达反对 指出农舍临策临路入法 受到农发条例的授权具有法律地位 届时宜兰县所订定的兴建农舍 以及农业设施审查作业要点将会失效 对宜兰县农地使用或价值都会造成冲击 希望中央三思 新议会民进党团指出农舍临策临路入法 受到农发条例的授权具有法律地位 实施之后宜兰县所订定的新建农舍 及农业审查作业要点恐惠失效 对本县的农地使用或者是价值 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希望中央三思 农业要把这个办法订出来之后 刚才讲了它已经有法律的授权 所以这对我们宜兰的农业 就是房间最好的宜兰团 这个农地使用 也就是说农地阶段 是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民党团 特别我个人 坚决的反对 党团强调过去民进党在宜兰执政时 就曾经实施这项政策 却是引起反感 导致失去执政权 难道中央要重蹈覆策吗 宜兰在政的官党就是失败了 这个政策对宜兰的打结是最大的 所以作成民进党立宜兰 不能接政就是这个原因 我相信中央 不管说这个不好的政策 立宜兰就不要摸过了 再来说一定要这样来做 这样对农民是很不公道的 我希望中央政府 要慎重地去考虑 既然我已经摸过了 我不知道中央政府到底 把农民看作是什么 是怎么要求这些农民 这个法令上下来 买三日 台理管理上还改了刚才 现在还要辱法 叫这些农民情何以堪 党团更建议中央要下乡举办公听会 听取基层农民的心声 再进行修法 定出一套尊重农民 共创双赢的办法 특히我们 陵路和陵边峤 做起的今日は有很多困难 所以我们希望中央政府的经免 我们这样的政策 应该是这样来� worship我地方的意见 尊重农民共创双赢的民 尊重努力共創善意 以来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